大家好,我是爱原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原神 5.0两位心理角色首爆 开放100集 纳塔火神全新形象公布 崩坏星穷铁道 2.4霍霍终于来了 混池和皮肤系统一起上线 众所周知 霍霍这位角色的强度 一直位于各大排行榜的防守 这就导致了之前没有抽取霍霍的玩家 追悔莫及 而近期有舅舅爆料了 在2.4版本复刻卡池中 霍霍即将复刻 霍霍这位角色 以自身超强的解控能力 和泛用性强度一直在线 不仅在DOT队中表现优异 而且霍霍就算在其他其他队伍中 也有非常不错的表现 这次霍霍的返场 各位想要抽取的玩家 一定要抓住机会哦 同时有舅舅爆料说在 HSR未来的某个版本 会像原神一样开放混池 具体规则未知 而且一直沉寂的皮肤系统 也有了新消息 近期有舅舅爆料 皮肤系统有可能会和混池 一同上线正式服 至于开启的时间 个人感觉 应该在2.6到3.0版本 或者作为3.0版本的 压轴功能上线 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关于首期的混池入选名单 不知道各位玩家心中 都有哪些合适的角色呢 个人感觉 应该是在1.0版本中 截取一部分 个人认为 截取的节点 应该在毁灭3C前后 毕竟自从毁灭3C开始 星铁才算真正开启了 属于自己的抽卡模式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有关5.0内塔的一些 相关爆料 消息转自 Nata火神的新版形象 已经公布了 来源甘迪舅舅 所以很具有真实性 看起来有点 煞气大姐姐的感觉 爱了 至于火神 为啥穿的跟风单女性差不多 其实内塔早就不是部落了 NPC口中还说很潮 内塔人会依照龙的样子做帽子 不过火神的刘海 貌似是跟夜兰去的同一个理发店吧 看起来 就像是染了红发的夜兰 另外 火神具有双形态 分别可以将暴击率和暴击伤害 转化成给队友的攻击力加成 战绩切换形态 大招给领域内敌人 附加某种火元素效果 类似依然之火 每次切换形态后 蒲公有火元素附魔 不确定是不是命做效果 在足迹PV中亮相过的那位内塔小萝莉 属性为岩系 战绩类似阿贝多的阳华 可以被染色 怪物与召唤物的岩共鸣 会产生两种结晶 一种是染色的 一种是普通的 染色结晶是特殊结晶 被剪到后会有特殊爆 火加爆伤 冰加爆率 雷加充能 水提高生命上限 染色的判定是召唤物范围内的 生物所附着的元素 优先级是火冰雷水 5.0开放100级上限后 深渊每层三星奖励 会更新一种特殊的道具 用这个道具 把角色提升至100级90-100级 是一气呵成的 中间没有91-99级 天赋上限提升至15级 之前也是15级 但是只能升至14级 天赋提升 需要在天赋书的基础上 额外使用深渊特殊道具 且14-15级的数值 提升幅度很大 据了解 提升一个角色至100级 并且拉一个天赋到15级 需要经历三七深渊 暂时不知道 公子的天赋 能否在15级天赋的情况下 正常触发 没有经过实验 奈塔做骑系统 类似浪船 与骑说是骑 不如说是附身在龙的身上 你会变成一条龙 奈塔共有五种龙 三种石匹菲里看到过的 土盾水盾和飞天龙 还有一种淡青色的龙 可以自由飞行 另一种红色的龙会喷火 5.0 有两名女性角色 一位是五星兵女单手剑 战绩 根据自身生命之气 占比发生变化 低于100%生命上限时 会给自己增加70% 生命上限的生命之气 普攻获得冰元素附魔 大于100%生命上限时 会清除自身生命之气 对小范围敌人造成冰伤 大招根据自身生命之气 占比发生变化 低于100%生命上限时 基于自身生命之气的数值 造成冰元素伤害 大于100%生命上限时 施放强化大招 清除自身生命之气 对敌人造成 基于敌人生命上限 百分号的冰元素伤害 庄五能给自己挂生命之气 第二位是四星火女法器 战绩有增伤 大招是一个领域 给范围内的前台队友 持续挂生命之气